铁路开工以后 受到了环保人士的广泛关注 由于铁路将穿越肯尼亚查获国家公园 他们担心蒙内铁路的修建 会对野生动物的迁徙带来影响 本身担心的问题 中国设计师也在操心 这个铁路的建设 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保护 是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蒙内铁路建设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针对这个对环境影响 采取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借鉴了就是荷兰A50公路 德国B38公路 包括中国的青藏铁路的设计经验 张景桥 山东人 有近20年的铁路勘察设计经验 工作后经历过六次中国铁路大提速 现在在蒙内铁路担任设计总工程师 针对野生动物保护难题 张景桥想到了中国的青藏铁路 在青藏铁路 中国建设者共设计了33处野生动物通道 十多年博舰团的监测表明 藏羚羊等野生动物 对动物通道的使用率正逐年上升 张景桥想把青藏铁路的设计理念 运用到坎尼亚来 举行了几十次的意见征求 包括座谈 沿线的居民 包括 座谈